同修意念中出现一句话很清晰 就是说燃烧多余的脂肪 有利于修行和今后的涅槃 师父有时候看图腾 看到同修长胖了 您也会提醒他们 是不是长胖了对我们修行不太好啊 从过去来讲 这个千斤难买老难受 受人不容易生病 胖可能容易生病 那么胖的第一个毛病就是心血管系统 对不对啊 胖的人容易得三高吧 胖小病血压高 高脂肪高胆固醇高血压 这个三高跟胖的人有关系不啦 有关系 有关 好了 所以尽量不要太胖 太胖的话嘛 总是对自己心血管系统造成压力 胖的话呢 在人间有什么不好呢 第一 容易睡觉 第二 好吃懒做 不肯动的人才会胖嘛 对不对啊 好了 就这个道理啊 当然师父 师父 我们很多同修吃素之后都长胖了 有的胖十斤 有的胖二十斤 这个胖 这个胖并不是说明他懒了 他吃入量太多 因为吃素的人容易饿 所以他就不停的吃 而且呢 吃素不会对脾胃伤了很重 所以他不停的吃 他很开心 明白了吗 这个是不是跟心肝体胖也有关啊 师父 对啊 如果这个人经常笑的人 你去看一个女的 比较胖 她就是比较有喜剧化色彩 你看香港那个叫 那个菲菲啊 那个 对不对啊 你看女的一胖 她很容易讲笑话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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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胖也不行 那个太胖了 所以太胖的人气量大呀 这是也是好事情啊 因为他被人家讲惯了 他一直笑嘻嘻的 对不对啊 嗯 你说他胖他就笑 你说他胖他就自己 自己讲自己 那么这样的话不是也蛮好的吗 习惯了 习惯了成自然了 他也不去计较了 这些东西 你看 你们看下你们瘦瘦的女孩子 人家一说 哎呦你胖了 马上不开心了 你说他胖 他就更开心 哈哈 明白了吗 嗯 是的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 麻疯了 赶紧 然后 就在赶紧 他也不帮他 搞定了 你说他 这种很添碗 是什么 那种 que宣战 你也不帮他 镜独的 还有人呢 要是什么